社交商养成第五试 孩子想在交往中受欢迎怎么办 所以呢 如果下次再去热带雨林探险 我可得带出了防蚊虫的了月 否则大家再见到我 就是一个一个的大红包了 一斤 望京小学三年级女生 请走校园数载 人见人爱 花钱花开 车见抱胎 全听一个秘诀 幽默感 一斤 你真有美 那个 下次你咱再出去 把我一带上 你和你一些好朋友 我已经被 这高年纪男新送礼物 人要给你电视了 小白蜜蜜看大海 出生我爱你 高蜜蜜知道他的秘诀这么牛 会不会跟我加钱呢 舒奇 弹钱 你就是看不清我了 要弹 就弹金子 哈哈哈哈 有美干 可是谁叫李奇 这一天你和娃娃比 差远咯 有美干强的人 愿的你和李箱里都很强 忐吐和思维敏捷 也很有想象力 生活状态非常轻松 最重要的就是 不做 我以为你这么做的人 嘿 我给大家讲个笑话 三分手的牛排和七分手的牛排见面 为什么不打招呼 因为他们不熟 我 索兰笑话将混短子跟欧洲剧都不是真正的优美 真正的优美感 全凭裸衣在修养 他忧虑二歪 散发迷人没离 一里娃娃自得拥有 耶 社交商养成第五条 有幽默感的孩子都很有人缘 也更容易获得社交机会 幽默感还能带给孩子乐观的人生态度和获得的胸怀 然而 培养幽默感不是讲几个笑话那么简单 大量阅读提升涵养 发散思维训练表达都是必修课 当然父母自身的格局和胸怀 也会对孩子产生重要的影响的 一丁二两